红楼梦 第五十七回 惠子涓,情辞是盲玉 辞姨妈,爱与未吃平 话说宝玉听王夫人唤她,盲至前边来 原来是王夫人要带她拜真夫人去 宝玉自是欢喜,盲去换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 见其家中行径,自与荣宁不甚差别,或有一二艘胜者 细问,果有一宝玉 真夫人留席,近日方回,宝玉方信 因晚间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预备上等的席面 定名班大戏,请过真夫人母女 后二日,她母女便不作词,回任去了,无话 这日宝玉应见香云见玉,然后去看待玉 正值待玉才些午觉,宝玉不敢惊动 因子涓正在回廊上,手里做真指 便来问她,昨日夜里咳嗽可好了 子涓道,好些了 宝玉笑道,阿弥陀佛 您可好了吧 子涓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 宝玉笑道,所谓病毒乱投医了 一面说,一面见她穿着痰磨灵薄棉袄 外面只穿着青断加背心 宝玉便伸手向她身上摸了一摸 说道,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 春天风禅,时气又不好 你再病了,越发难了 子涓便说道,从此咱们只可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 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 打紧的那骑混杖行子们背地里说你 你总不留心,还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 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 你进来瞧她,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 说着便起身,吸了针线进别房去了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呼浇了一盆冷水一般 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 阴住妈震来挖笋羞肝,便震震地走出来 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 不觉低下泪来 只呆了五六顿饭功夫,千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可 偶知雪燕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森来 从此经过,忽扭向看见桃花树下时上一人 手托着腮夹出神,不是别人,却是宝玉 雪燕疑惑道,怪冷的,她一个人在这里坐实吗? 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敢誓她犯了呆病了 一边想,一边便走过来,蹲下笑道,你在这里坐实吗呢? 宝玉呼见了雪燕,便说道,你又坐实吗来找我? 你难道不是女儿? 她寄房闲,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躺被人看见,岂步又伸口舌 你快家去罢了 雪燕听了,只当是她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 黛玉未醒,江仁森交与子娟 子娟应问她,太太做实吗呢? 雪燕道,也些宗教,所以等了这半日 姐姐你听笑话儿,我应等太太的功夫 和玉串儿姐姐坐在下房里说话儿 谁知照姨奶奶招手而叫我 我只当有实吗话说,原来她和太太告了假 出去给她兄弟办诉作业 明儿送病去,跟她的小丫头子小吉祥儿没衣裳 要借我的月白段子敖儿 我想她们一般也有两件子的,往脏地方而去 恐怕弄脏了,自己的舍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 借我的弄脏了也是小事 只是我想,她速日有些什么好处到咱们跟前 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三环,都是姑娘叫子娟姐姐收着呢 如今先的去告诉她,还得回姑娘呢 姑娘身上又病着,更废了大事 误了你老出门,不如再转戒罢 子娟笑道,你这个小东西倒也巧 你不借给她,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愿不找你 她这会子就去了,还是等明日一早才去 雪燕道,这会子就去的,只怕此时已去了 子娟点点头 雪燕道,姑娘还没醒呢 是谁给了宝玉气兽 坐在那里哭呢 子娟听了,盲问,在哪里 雪燕道,在庆方亭后头桃花底下呢 子娟听说,盲放下针线,又嘱咐雪燕,好声听脚 若问我,答应我就来 说着,便出了消香馆,一进来寻宝玉,走至宝玉跟前 寒笑说道,我不过说了那两句话,为的是大家好 你就赌气,跑了这封地里来哭,做出病来唬我 宝玉盲笑道,谁赌气了 我因为听你说有理 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 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 子娟也便挨她作者 宝玉笑道,方才对面说话,你上走开,这会子如何又来挨我作者 子娟道,你都忘了 几日前,你们姐妹两个正说话,照姨娘一头走了进来 我才听见她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 正是前日你和她才说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 宝玉道,也没什么要紧 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她要,也太拖食 虽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掠路了个风声,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 我正要告诉她的,竟没告诉完 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 子娟道,原来是你说了,这又多谢你费心 我们正疑惑,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是了 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 子娟道,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去,哪里有这闲钱吃这个? 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往哪个家去? 子娟道,你妹妹回苏州家去? 宝玉笑道,你又说白话?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父姑母,无人照看,才救了来的 明年回去找谁?可见是扯谎 子娟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 你们假家都市大族,人口多的 除了你家,别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无人了不成 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疼她年小,虽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故此接来住几年 大了该出阁时,自然要送还凌家的 中不成凌家的女儿在你家家一世不成 凌家虽平道没饭吃,也是世代疏患之家 断不肯将她家的人丢在亲戚家,落人的耻笑 所以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 这里纵不送去,凌家亦必有人来接的 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完的东西,有她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她 她也将你送她的打叠了在那里呢 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蛟雷一般 子娟看她怎样回答,只不作声 呼见秦文找来说,老太太叫你呢,谁知道在这里 子娟笑道,她这里问姑娘的病症 我告诉了她半日,她只不信 你倒拉她去吧 说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 秦文见她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子仗,忙拉她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 习人见了这般,慌起来,只说实气所感,热汗被封扑了 无奈宝玉发热事由小客,更觉两个眼珠而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惊异流出,皆不知觉 给她个枕头,她便睡下 扶她起来,她便坐着 到了茶来,她便吃茶 众人见她这般,一时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便猜人出去请李嬷嬷 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她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她卖门摸了摸 嘴唇人中上边凿力掐了两下,掐得只应如许来生,静也不觉疼 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 压得一声,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 吉德习人忙拉她说,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太太去 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 李嬷嬷垂闯倒枕说,这可不中用了 我白操了一世心了 习人等于她年老多知,所以请她来看 如今见她这般一说,都信以为实,也都哭起来 秦文便告诉习人,方才如此这般 习人听了,便忙到萧香馆来,见子娟政府是带玉吃药,也顾不得时么 便走上来问子娟道,你才和我们宝玉说了些什么 你瞧瞧她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 说着,便坐在椅上 戴玉呼见习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大便,便不免也慌了,忙问,怎么了 习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子娟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 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 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 连李妈妈都说不中用了,那李放声大哭 只怕这惠子都死了 戴玉一听此言,李妈妈乃是经过的老玉,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 娃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呛出,抖肠搜肺 赤胃善干的痛声大受了几阵,一时面红法乱,目种金服,喘得抬不起头来 子娟忙上来捶背,戴玉拂整喘息半嗓,推子娟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震惊 子娟哭道,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他就认真了 习人道,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玩话认了真 戴玉道,你说了什么话 趁早儿去解说,他只怕就醒过来了 子娟听说,忙下了床,同席人到了怡红院 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 贾母一见了子娟,便眼内出火,骂道,你这小蹄子 和他说了什么 子娟忙道,并没说什么,不过说了几句玩话 谁知宝玉见了子娟,方矮压了一声,哭出来了 众人一见,方都放下心来 贾母便拉住子娟,只当她得罪了宝玉,所以拉子娟命她打 谁知宝玉一把拉住子娟,死也不放,说,要去连我也带了去 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方知子娟说要回苏州去一句玩话引出来的 贾母流泪道,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玩话 又向子娟道,你这孩子,素日最是个伶俐聪聪明的 你又知道她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她做什么 薛姨妈劝道,宝玉本来心识,可巧玲姑娘又是从小而来的 她姐妹两个一处长了这么大,比别的姐妹更不同 这会子热啦啦的说一个去,别说她是个实心的傻孩子 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 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 吃一两剂药就好了 正说着,人回,灵芝笑家的,善大良家的都来乔哥而来了 贾母道,难为他们想着,叫他们来乔乔 宝玉听了一个灵字,便满床闹起来说,了不得了 灵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吧 贾母听了,也忙说,打出去吧 又忙安慰说,那不是灵家的人 灵家的人都死绝了,没人来接她的,你只管放心吧 宝玉哭道,凭她是谁,除了灵妹妹,都不许姓灵的 贾母道,没姓灵的来,凡姓灵的,我都打走了 一面吩咐众人,以后别叫灵芝笑家的靖元来,你们也别说灵字 好孩子们,你们听我这句话吧 众人忙答应,又不敢笑 一时宝玉又一眼看见了石井格子上陈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 便指着乱叫说,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 弯在哪里呢?贾母忙命拿下来 席人忙拿下来,宝玉伸手要,席人递过去 宝玉便噎在背中,笑道,这可去不成了 一面说,一面死拉着子涓不放 一时人回,大夫来了 贾母忙命,快请进来 王夫人,薛姨妈,宝钗等赞臂礼间 贾母便端坐在宝玉身旁 王太医进来见许多的人 忙上去请了贾母的安 拿了宝玉的手,整了一回 那子涓少不得低了头 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说道 是凶这阵乃是极痛迷心 古人曾云,谈谜有别 有气血亏柔,饮食不能融化谈谜者 有怒脑中,谈果而迷者 有极痛拥塞者 此意谈谜之阵,系极痛所致 不过一时拥毙,叫诸谈谜四卿 贾母道,你只说怕不怕,谁同你被要输呢? 王太医忙功声笑说,不妨,不妨 贾母道,果真不妨 王太医道,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 贾母道,既如此,请到外面坐,开药方 若吃好了,我另外预备好谢礼 叫他亲自捧了,送去磕头 若耽误了,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 王太医只公声笑说,不敢不敢 他原听了说令具上等谢礼,命宝玉去磕头 顾满口说不敢 竟未听见贾母后来说拆太医院之细语,有说不敢 贾母与众人反倒笑了 一时暗方间了要来服下,果决比先安静 无奈宝玉只不肯放子娟,只说她去了,便是要回苏州去了 贾母王夫人无法,只得命子娟守着她,令江湖珀去服侍黛玉 带玉不时遣学厌来探消息,这边是物尽知,自己心中暗叹 信喜众人都知宝玉原有些呆气,自幼是她二人亲密 如今子娟知系语意识常情,宝玉知病亦非喊事,应不宜道别逝去 晚间,宝玉稍安,贾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 一夜还遣人来问讯几次 李乃母带领宋嬷嬷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子娟席人,情闻等日夜相伴 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带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 每一经时,必得子娟安慰一番方法 彼时贾母又命将驱携手灵丹,即开窍通神散各样上方秘制诛药,按方饮服 次日又服了王太医药,见次好起来 宝玉心下明白,因恐子娟回去,故有时获作洋狂之态 子娟自那日也着实后悔,如今日夜辛苦,并没有愿意 习人等皆心安神定,应向子娟笑道,都是你闹的,还得你来治 也没见我们这呆子,听了风就是雨,往后怎么好 暂且暗下 因此时香云之阵已欲,天天过来瞧看,见宝玉明白了 便将她病中狂态形容了与她瞧,道引得宝玉自己扶整而笑 原来她起先那样,竟是不知的 如今听人说,还不信 无人时,子娟在侧,宝玉又拉她的手,问道,你为什么唬我 子娟道,不过是哄你玩的,你就认真了 宝玉道,你说的那样有情有力,如何是玩话 子娟笑道,那些玩话都是我编的 临家时没了人口,纵有,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域不定 纵有人来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 宝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 子娟笑道,果真的你不依 只怕是口里的话 你如今也大了,年轻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亲,你眼里还有谁了 宝玉听了,又惊问,谁定了亲 定了谁 子娟笑道,年里我就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下秦姑娘呢 不然,那么疼她 宝玉笑道,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 不过是句玩话,她已经许给梅汉林家了 果然定下了她,我还是这个刑警了 先是我发誓独咒,砸这老石子,你都没劝过说我疯的 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你又来哦我 一面说,一面咬牙切齿的,又说道,我只愿这慧子立刻我死了,把心动出来你们瞧见了 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 灰还有行机,不如再化一股烟 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得四面八方都灯食散了,这才好 一面说,一面又滚下泪来 子涓忙上来捂她的嘴,替她擦眼泪,又忙笑解释道,你不用着急 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来是你 宝玉听了,更又诧异,问道,你又凿什么急 子涓笑道,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习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 偏生她又和我极好,比她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 我如今心里却愁,她躺货要去了,我必要跟了她去的 我是何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若去,又弃了本家 所以我疑惑,故射出这谎话来问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 宝玉笑道,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 从此后再别愁了 我只告诉你一句短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何?子娟听了,心下暗暗愁话 忽有人回,还爷,兰哥儿问候 宝玉道,就说难为他们,我才睡了,不必进来 婆子答应去了 子娟笑道,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了 宝玉道,正是这话 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 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去吧 子娟听说,方打蝶铺盖妆帘之类 宝玉笑道,我看见你文具里头有三两面镜子,你把那面小灵花的给我留下吧 我搁在枕头旁边,睡着好照,明儿出门带着也轻巧 子娟听说,只得与她留下,先命人将东西送过去,然后别了众人,自回萧香管来 林黛玉近日闻得宝玉如此行径,未免又天蝎病症,多哭几场 经见子娟来了,问其缘故,已知大玉,人浅琥珀去服侍贾母 夜间人定后,子娟以宽衣卧下之时,敲向黛玉笑道,宝玉的心道时,听见咱们去,就那样起来 黛玉不答 子娟停了半嗓,自言自语地说道,一动不如一进 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 黛玉催道,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不歇一些,还嚼什么区 子娟笑道,倒不是白嚼区,我倒是一片真心味姑娘 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支腾凿热的人 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做定了大事要紧 俗语说,老建春寒秋后热,躺货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 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 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戏,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 若娘家有人有事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 所以说,早拿主意要紧 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文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黛玉听了,便说道,这丫头金儿不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 我明儿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 子涓笑道,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去为妃作歹 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亏,又有何好处?说着,静自睡了 黛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尝不伤感,待她睡了,便直气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盾儿 次日,勉强灌树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贾母等亲来看世了,又嘱咐了许多话 目经是薛姨妈的生日,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 黛玉一早被了两色针线送去 次日,也订了一班小戏请贾母王夫人等,独有保育与待遇二人不曾去得 至晚三时,贾母等顺路又瞧她二人一便,方回房去 次日,薛姨妈家又命薛科陪珠伙计吃了一天酒,连忙了三四天方完备 因薛姨妈看见行秀燕身得端雅稳重,且家道平寒,是个拆经群部的女儿 便说与薛盘为妻 因薛盘素席行止辐射,又恐糟蹋了人家的女儿 正在愁躇之际,忽想起薛科未娶,看她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 阴谋之于凤姐儿 凤姐儿叹道,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左性的,这是等我慢谋 因贾母去瞧凤姐儿时,凤姐儿便和贾母说,薛姑妈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启齿的 贾母盲问何事,凤姐儿便将求亲一事说了 贾母笑道,这有什么不好启齿 这是极好的好事 等我和你婆婆说了,怕她不依 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来请行夫人过来,硬坐宝山 行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错,且现金大富,薛科生德又好,且贾母硬坐宝山,将基就即便印了 贾母十分喜欢,盲命人请了薛姨妈来 二人见了,自然有许多签词 行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诉行中夫妇 她夫妇原是此来投靠行夫人的,如何不依,早几口的说,妙吉 贾母笑道,我最爱管各贤事,金儿又管成了一件事,不值得多少谢没钱 薛姨妈笑道,这是自然的 送台了十万银子来,只怕不稀罕 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亲,还得一位才好 贾母笑道,别的没有,我们家折腿烂手的人还有两个 说着,便命人去叫过游士婆媳二人来 贾母告诉她缘故,彼此忙都道喜 贾母吩咐道,咱们家的规矩,你是尽知的,从没有两亲家真理真面的 如今你算替我在当中料理,也不可太色,也不可太背,把她两家的事周全了回我 游士忙答应了 薛姨妈喜之不尽,回家来忙命写了情帖,补送过宁府 游士深知行夫人情信,本不预管,无奈贾母亲嘱咐,只得应了,唯有存度行夫人之意行事 薛姨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道还一说,这且不在话下 如今薛姨妈既定了行秀烟为席,何宅皆知 行夫人本欲接出秀烟去住,贾母应说,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 就是姨太太和她一个大姑,一个小姑,又何妨 况且都是女儿,正好清香呢?行夫人方吧 柯秀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欲,大约二人心中也皆如意 只是行秀烟为免彼仙时拘泥了些,不好与宝钗姐妹共处闲语 又奸香云是个爱娶媳的,更绝不好意思 信她是个知书达理的,虽有女儿身份,还不是那种羊羞诈溃,一味轻薄造作之辈 宝钗自见她时,见她家业贫寒,二则别人之父母皆年高有得之人 独她父母偏视酒糟透之人,与女儿分中平常 行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 且秀烟为人哑众,迎春是个有气的死人,连她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照管到她身上? 凡规格中家常亦应需用之物,或有匮乏,无人照管,她又不与人张口 宝钗到暗中每相体贴接济,也不敢与行夫人之道,亦恐多心闲话之故儿 如今却出人意料之外其源,做成这门轻事 秀烟心中先取重宝钗,然后方取薛科 有时,秀烟人与宝钗闲话,宝钗人与姐妹相呼 这日,宝钗因来瞧待玉,恰直秀烟也来瞧待玉,二人在半路相遇 宝钗含笑唤她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她 这天还冷得很,你怎么到全换了家的了?秀烟见问,低头不答 宝钗便知道又有了缘故,因幼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前又没得 凤丫头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记了 秀烟道,她倒想着不错日子给的,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 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 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时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 能这些儿搭着就使了 姐姐想,二姐姐也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 我使她的东西,她虽不说时么,她那些妈妈,丫头,哪一个是省事的 哪一个是嘴里不尖的 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狠使她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些钱来给她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 因此,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时,如今又去了一两 前儿我悄悄的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 宝钗听了,愁眉探到,偏眉家又何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 若是在这里,情儿过去了,好在商议你这事 离了这里就完了 如今不先完了她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取亲的 如今倒是一件难事 再迟两年,又怕你熬煎出病来 等我和妈在商议,有人欺负你,你只管那些 凡儿,千万别自己熬煎出病来 不如把那一两银子明儿也索性给了她们,倒兜些心 你以后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她们尖刺让她们去尖刺,很听不过了,个人走开 躺货短了时吗,你别存那小家儿女气,只管找我去 并不是做亲后方如此,你一来时,咱们就好的 便怕人闲话,你打发小丫头悄悄的和我说去就是了 秀嫣低头答应了 宝钗又指她裙上一个碧玉佩,问道,这是谁给你的 秀嫣道,这是三姐姐给的 宝钗点头笑道,她见人人皆有,独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你一个 这是她聪明细致之处 但还有一句话,你也要知道,这些装饰原初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 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贤装 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着,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 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 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 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十首份为主,不必比他们才是 秀嫣笑道,姐姐既这样说,我回去摘了就是了 宝钗芒笑道,你也太听说了 这是她好意送你,你不配着,她岂不宜心 我不过是偶然提到这里,以后知道就是了 秀嫣忙又答应,又问,姐姐此时哪里去? 宝钗道,我到肖香馆去 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 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扇了势大 但不知道在哪里了,秀嫣道,叫做横书点,是古楼西大街的 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躺货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赏先过来了 秀嫣听说,便知是她家的本钱,也不觉红了脸,一笑,二人走开 宝钗就往肖香馆来,正值她母亲也来乔黛玉,正说闲话呢 宝钗笑道,妈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 薛姨妈道,我这几天连日忙,总没来瞧瞧宝玉和她 所以今儿瞧她二个,都也好了 带玉忙让宝钗做了,银向宝钗道,天下的是真是人想不到的 怎么想得到姨妈和大舅母又做一门倾家 薛姨妈道,我的儿,你们女孩家哪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千 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欲先注定,按理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搅拌住 凭你两家隔着海,隔着国,有世仇的,也终久有机会做了夫妇 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 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 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宝钗道,唯有妈,说动画就拉上我们 一面说,一面扶在她母亲怀里,笑说,咱们走吧 黛玉笑道,你瞧 这么大了,离了姨妈,她就是个最老道的,见了姨妈她就撒娇儿 薛姨妈用手磨弄着宝钗,探向黛玉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 有了震惊事,就和她商量,没了事,幸亏她开开我的心 我见了她这样,有多少仇不散的 黛玉听说,流泪探道,她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 宝钗笑道,妈,瞧她轻狂,道说我撒娇儿 薛姨妈道,也愿不得她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 又摩缩黛玉,笑道,好孩子,别哭 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 你姐姐虽没了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你强了 我每每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的 你这里人多口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无依无靠 为人做人配人疼,只说我们看老太太疼你了,我们也附上水去了 戴玉笑道,姨妈既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 姨妈若是弃嫌不认,便是假意疼我了 薛姨妈道,你不厌我,就认了才好 宝钗忙道,认不得的 戴玉道,怎么认不得 宝钗笑问道,我且问你,我哥哥还没定亲事 为什么反将行妹妹先说与我兄弟了,是什么道理 戴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对,所以先说与兄弟了 宝钗笑道,非也,我哥哥已经像准了,只等来家就下定了 也不必提出人来,我方才说你认不得娘,你戏想去 说着,便和他母亲几眼而发笑 戴玉听了,便也一头扶在薛姨妈身上,说道,姨妈不打她,我不依 薛姨妈忙也搂她笑道,你别信你姐姐的话,她是玩你呢 宝钗笑道,真个的,妈明儿和老太太求了她做媳妇,岂不比外投寻的好 戴玉便够上来要抓她,口内笑说,你越发疯了 薛姨妈忙也笑劝,用手分开方吧 应又向宝钗道,连行女儿我还怕你哥哥糟蹋了她,所以给你兄弟说了 别说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她 前儿老太太应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身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一门好亲 前儿我说定了行女儿,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她的人 谁知她的人没到手,倒被她说了我们的一个去了 虽是玩话,戏想来,倒有些意思 我想宝秦虽有了人家,我虽没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不说 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她,她又生的那样,若要外投说去,老太太断不重义 不如尽把你灵妹妹定与她,起步四角俱全 林黛玉先还振振的听,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便催了宝钗一口,红了脸 拉着宝钗笑道,我只打你 你为什么招出姨妈这些老媒震惊的话来 宝钗笑道,这可奇了 妈说你,为什么打我 子涓忙也跑来,笑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 薛姨妈哈哈笑道,你这孩子,急时吗 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 子涓听了,也红了脸,笑道,姨太太真个已老卖老的起来 说着,便转身去了 带玉先骂,又与你这体子十么相干 后来见了这样,也笑起来说,阿弥陀佛 该该该 也骚了一鼻子灰去了 薛姨妈母女及屋内婆子丫鬟都笑起来 婆子们应也笑道,姨太太虽是玩话,却倒也不差呢 到闲了时,和我们老太太一商议,姨太太静作美,保存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的 薛姨妈道,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 一语未了,呼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档票,口内笑道,这是十么账片子 带玉瞧了,也不认得 地下婆子们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奇货,这个乖,可不是白叫人的 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就是秀嫣才说的档票,忙舍了起来 薛姨妈忙说,那必定是哪个妈妈的档票子失落了,回来急得她们找 哪里得得 湘云道,什么是档票子 众人都笑道,真真是个呆子,连个档票子也不知道 薛姨妈叹道,愿不得她,真真是喉门千金,而且又小,哪里知道这个 哪里去有这个 便是家下人有这个,她如何得见 别笑她是呆子,若给你们家姑娘们看了,也都成了呆子 众婆子笑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认得,别说姑娘们 就如宝玉,她倒是外头常走出去的,只怕也还没见过呢 薛姨妈忙将缘故讲明 湘云待遇二人听了,方笑道,原来为此 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 众人笑道,这又呆了,天下老瓜一般黑,岂有两样的 薛姨妈应又问,是哪里时的 湘云方欲说时,宝钗盲说,是一张死了没用的 不知哪年勾了账的,湘灵拿着哄他们玩的 薛姨妈听了此话是真,也就不问了 一时人来回,那府里大奶奶过来,请姨太太说话呢 薛姨妈起身去了,这里屋内无人时,宝钗方问湘云何处时的 湘云笑道,我见你令帝席的丫头转而,悄悄的地语婴儿 婴儿便随手夹在书里,只当我没看见 我等他们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认得 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所以拿来大家认认 黛玉忙问,怎么他也荡衣赏不成 既荡了,怎么又给你去 宝钗剑问,不好隐瞒他两个,遂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他二人 黛玉便说吐死狐悲,勿伤其类 不免感叹起来 史湘云便动了气,说,等我问着二姐姐去 我骂那气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气何如 说着,便要走 宝钗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着呢 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儿 你又充实么荆轲,孽震,真真好笑 湘云道,既不叫我问他去,明儿也把他接到咱们院里一处住去,岂不好 宝钗笑道,明日再商量 说着,人抱三姑娘,四姑娘来了 三人听了,盲眼了口不提此事 要知端地,且听下回分解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